台湾最大黑马 年仅21岁的新生代好手苏丽扬 生涯首度晋级世界巡回赛决赛 他决赛的对手是印尼的资客 两人都是进攻型选手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场年轻的进攻风暴吧 好球 两人一逮住机会就进攻 这注定会是一场进攻大戏 就看谁在防守端能够顶住压力 资客这一球杀出了边线 速度其实非常快 落点没把控好 漂亮 苏丽扬后场 起跳高点劈杀 一个非常精准的落点 苏丽扬的杀球还是非常好看 有一种台湾离子家的感觉 假动作晃的一下苏丽扬 现在又打平了 两人打得非常激烈 非常高 高了 高了 流量 来是中午啊 目前是世界台湾165 来继续 这一球非常可惜 苏丽扬即使抢到了最佳时机 可惜方老失误了 最后 姿可连拿了四分 反超两分进入局写 从上半局来看 两个年轻人就是拼进攻 最后的胜负 可能就看谁的细节处理得更好了 这一球 小牙 又打平了 两人打得有些实均力敌 好球 现在自科将分叉慢慢拉开了 他在投顶区的皮杀直线威胁还是很大 苏黎杨尽量不要轻易给机会 打得确实让自科很狼狈 最后这一下还是没有挡住 苏黎杨前面几拍中度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非常的可惜 自科的进攻势头还是很凶 苏黎杨还是要拖住 消耗一些对方的体力 但是他有本气力 有冲击力 更重要的是他有效 几个平球都被苏黎杨化几遍 自科的局点出现了 有两个局点 漂亮 又是苏黎杨的一个冒险强王 非常敢于出手 这样苏黎杨挽救了两个局点 20比20 又是被迫起了高球 自科果断杀球 再次打成21平 非常可惜 苏黎杨这一球杀出了边线 23比21 这样自科就精简影响了第一局 两人其实都有不错的机会 最后把握机会的能力 自科做得更好一点点 接下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第二局双方打得依然激烈 自科的杀球还是主要以中路为主 这让苏黎杨有些被动 挑战没有成功 这样自科带着三分领先进入局写 这一局自科加强了往前求注意力 这是跟上一局不同的地方 苏黎杨还是要敢于再往前斗争 其实他在往前实力并不拒对手 又是通过往前球 拨到了一个抢高点杀中部的机会 自科战术运用得非常果断 好球 一段时间两人在往前斗得非常凶 最后造成了自科的失误 随着体能的下降 这一局往前球成了两人的主要战场 苏黎杨第一拍防守没有到位 还是给了自科连续杀球的机会 还是中路的追身杀 现在分叉拉开到了五分 苏黎杨非常危险了 哇 这个机会 分的也是被恰恰地拉开了 杀球下网失误 苏黎杨现在有些着急了 局末阶段 分叉进一步被拉开到了七分 苏黎杨这一球进攻执行的 就非常坚决 追回了两分 漂亮 在大笔分落后的情况下 苏黎杨这才打得更放松 进攻的优势也打出来了 还差四分 挡斜线 这个就球意识非常好 可惜没有过往 这样自科就拿到了五个赛点 好球 最后自科的一球一杀非常精彩 这样他就以二比零横扫了苏黎杨 夺得了2023年台北公开赛 南单冠军 两人也奉献了一场经典的进攻大戏 那么要让你再进攻大戏 那就是三辈子 我也是 これは